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利 上回我们聊Rising Voices的Season 3 说已经正在进行 十位电影人都已经选定了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当中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叫做Joey Zhao 他是唯一一个中国籍电影人 上回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就联系上了 然后他也答应来上我的节目接受我的采访 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都一直很忙 当时他在组团队 现在应该是Casting还有一堆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是三月中了马上 然后接着他马上要进入拍摄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问了他一下 我说你的那个女主角有没有选定 他说还没有定 那我就想想 我再通过这个我这个YouTube的平台吧 我跟他再扩散一下 然后看看有哪位可能合适他的要求的朋友 你大胆的来试一试 他这个片子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他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 Where came the dust a light 这个故事讲什么呢 他写的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亚裔女孩面对失去 获得新生的故事 就是他失去了一些东西 但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生命 那这个女主角的话 是年龄大概是25岁左右 是第二代的亚裔移民 才华横溢的摄影师追求完美 对自己固执苛刻 却突然失去了视力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他的视力是有问题的 我当时有跟他聊过 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视力障碍的 这样的一个演员呢 他说去演的话演不出来 但是有这种视力障碍的话 他可能就是有真实的体会 那种失去视力 或者视力有障碍 那对他人生的一个生活的困扰 可能只有这个当事人才有感觉 所以他特别强调要这一个 我也知道这样挺难的 就是要找到这样的 符合的条件的人不多 所以的话他现在也没有确定 那他这个是素人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定要要求 有经验的专业演员 你是素人 你没有演过戏也没有关系 只要符合他的这几个要求 年龄25岁左右 还有英文 这个影片肯定是说英文的 因为他是二代亚裔移民 所以英文要好 然后视力有视力障碍 会摄影 艺术气质 这是优先考虑 这是优先考虑的条件 那其他就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这个我不知道他选到了没有 那妈妈的话就是大概50岁 一代移民 锐智大方 上班的单亲妈妈 理智与感性的结合 工作繁忙 多年默默为独生女付出 这样的一个妈妈的角色 所以这是他两个要寻找的角色 那如果大家身边或自己符合差不多的条件 就大胆的去跟我们的导演联系吧 这有他的email我会放在这 然后大家可以去联系他 因为这个片的话之前也介绍过 这个片的话就是 是一个投资10万美金的一个短片 所以的话是制作和各方面是很棒的 肯定不会差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片子6月份 会在纽约的Trabacca的电影节上映 然后接着后面可能会有 后续的一些推广的机会 所以的话这个片子是非常难得的 作为一个短片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而且这个公司Rising Voices 这个制片公司叫做Human Grad 也是近几年来一直致力在推动有色人种的 电影人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组织 今天刚刚在Disney Plus Streaming的这个新片 Chunk and Dunk 也是这个公司制作的 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尽快去联系导演吧 祝你好运 谢谢大家